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大型岸岭茂密的森林 滋养庇护着数亿千计的野生植物 及几百种真情异兽 贪婪的欲望 使盗猎者疯狂捕杀 宾威野生动物 内蒙古大型岸岭干涸森林公安民警 迅速展开追角行动 最后一张紫雕皮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大型岸岭是中国东北著名的山脉 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林业基地之一 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 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 森林总面积大约16.36万平方公里 锦内蒙古大型岸岭的森林面积 就达10.06万平方公里 占整个大型岸岭森林总面积的 61.41% 据我国国有林区之首 这里森林茂密 在绿色的海洋中 繁衍生息着一千多种野生植物 和四百多种真情异兽 紫雕又名黑雕 长约四十厘米 体重约一公斤 它四肢短健 眼睛有神 因皮毛细密 丰厚 富有光泽 享有球皮之冠的美誉 紫雕性格孤僻 喜欢独居 大多在森林的地面上筑巢 擅长爬树 树宾威野生物种 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因为貂皮的稀缺和珍贵 使其在黑市上的价格连番上涨 也促使不法分子 铤而走险 牟取暴敌 2014年1月26日 内蒙古干河森林公安局 侦破一期特大 非法猎捕 杀害 珍贵 宾威野生动物案 当场截获犯罪嫌疑人 孙某猎杀的 紫雕死体一只 猎套一个 剪刀 斧头 刻一把 后经依法查明 鉴定 自2014年1月初至26日 犯罪嫌疑人 孙某供非法猎捕 杀害野生紫雕 五只 我国法律规定 非法猎捕 杀害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紫雕 四只 几四只以上 属特大案件 然而 这起案件的破获 并没有让 攀战的民警感到轻松 反而留下了一些遗憾 14年 这个紫雕案件 这个嫌疑人 被捕杀害了 紫雕是五只一共 当时他四个皮账 已经出售了 已经获利了几千元 但是这个案 一直到诉讼以后 他始终没有找着 收购皮账这个人 他始终说 这个人是外地人 不认识 所以说 我们始终也没擦脑到 这是我们留意的一个遗憾 挖出 隐藏在非法猎捕杀害 和收购野生动物链条上的犯罪嫌疑人 成为内蒙古大型安宁 干涸森林公安民警 挥之不去的心结 然而民警 民警面对干涸 达35.7万公顷的林区 在没有掌握任何线索的情况下 要想从茫茫林海中搜寻出 非法猎杀 收购野生动物的犯罪嫌疑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困难非常大 林区的案件 这个特点就是 我们管辖的林区面积比较大 案件线索来源比较少 三情 林情 比较复杂 类似于非法狩猎的人员的时间 地点 方式 等等 没有什么固定规律 所以很难查找 很难发现 2015年1月9日 内蒙古干涸森林公安局民警 在一次下去走访中 通过与居民聊天 得知 有个外地中年男子 经常到干涸一带收购皮章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民警在与居民进一步交谈时 获知这名外地男子较为神秘 从不以真名示人 活动范围和时间飘忽不定 这个人我们展望以后 我们感觉到很有价值 因为邻居这个皮章 这个收购皮章的行为 可能是有 可能收一些牛马羊皮 但是邻居的养殖业 并不是很发达 所以说我们怀疑他这个人 有可能跟野生动物有关系 走访的民警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认为这条偶尔得到的线索 价值较大 立刻将走访到的信息进行汇报 内蒙古干涸森林公安局高度重视 立即召开会议 并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一场破案攻坚战就此打响 1月9日 我们成立了专案组 明确 要以非法收购野生动物犯罪嫌疑人为突破口 展开侦查工作 进而查找出非法猎杀野生动物的真正元凶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途径 来斩断非法收购和非法猎杀野生动物 这样一个利益团体 他们这样一个非法牟利交易的链条 为寻找案件突破口 专案组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民警加大对大兴安领连区的巡查 对经常有盗利人员出现的重点区域 进行密集监控 另一路民警对整个干涸地区进行走访摸牌 希望找到当地居民口中的中年神秘男子 巡查的过程当中 我们工作是非常辛苦的 每次这个陆山学习的时候 不一定车辆就走到这个邻居的边缘 都靠我们运工徒步进入邻居进行巡护 对每个树根下呀 枝崖下呀 都进行这个验证检查 在检查的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了猎户野生动物的工具 比如炮子 夹子 就在家干什么呢 就是猎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紫雕 当我们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它进行全面拆除 内蒙古干涸森林公安局的民警们 徒步穿行在大兴岸岭的领海中 在巡山的过程中 除了找到一些非法狩猎人员 用于捕杀野生紫雕和袍子等动物的工具外 并没有发现任何破案线索 到了2015年1月21日 一个情况反馈上来 干涸当地一名姓王的男子 近日频繁地与一名外地人接触 有到信息之后呢 咱办案民警心情都非常高兴 因为办理没起案件呢 必须都有信息和线索 有了线索之后 我们就觉得这起案件比较好办了 经过民警细致的走访 结果却与当初的预期有很大差距 经过我们调查走访呢 发现这个外地人是到干涸来找出一个朋友 他俩是合伙做山野菜的 因为与案件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就把它排除了 走访调查的结果令办案民警有些失望 于是专案组成员反复研究案情 决定及时调整工作思路 从干涸的旅店也入手 全面搜集外来人员信息 查找神秘男子的蛛丝马迹 民警们再次投入到了紧张的排查工作中 时间一天天过去 线索也一点点规聚在一起 专案总民警通过对出入干涸的外地人员信息 进行摸牌 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经过多方面工作我们确定了一个嫌疑人 这个嫌疑人叫张某 黑龙江人 他有个绰号叫领上飘 为什么叫领上飘呢 这个人在大西安里的活动 行踪飘忽不定 每次来邻居的时间 乘坐的交通工具 落脚点都不固定 随着工作的深入 案情有序的向前推进 领上飘的信息也逐渐清晰起来 经核查 领上飘姓张 男39岁 午夜 黑龙江省嫩江县人 近两年时间 多次往返于内蒙古大兴安岭邻区 从事非法收购野生动物的活动 我们通过公安平台 很快查找到 黑龙江省嫩江县 张某的个人信息资料 通过信息资料比对 他的年龄 身高 体态 无关 与我们轴航当中 了解到领上飘的基本情况 相符 根据这一线索 中安组立即将绰号为领上飘的张某 列为重点嫌疑对象 同时部署大量警力 对旅馆 饭店 车站等场所 进行严密监控 并在重要路段 对进出干涸的车辆 设卡盘查 一张针对领上飘的 侦查和抓捕大网 小然张凯 大兴安岭 茂密的森林 滋养庇护着数亿千计的野生植物 及几百种真情异兽 贪婪的欲望 使盗猎者将黑手伸向宾威野生动物 紫雕 一名初入邻区的神秘中年男子 成为内蒙古大兴安岭干涸森林公安民警 追踪的目标 最后一张紫雕皮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专案组民警为了早日追查到岭上飘的踪迹 加大了对外来人员信息的疏离 和出入干涸车辆的盘查 面对邻区特有的路况和人们的生活习惯 邦安民警在检查中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台小轿车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位老先生 这位老先生手里抱着一只跑仔 我们对这个老先生进行询问 询问的过程中老先生出示了许可证 但我们临续只要有养殖许可证 它可以养殖跑仔 我们说一说我们对它进行了放庭 在整个这个检查和排查的过程中 我们没有发现可疑车辆和可疑人员 大型岸岭的东春交替季节 是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高发期 内蒙古干涸森林公安局专案组 根据往年的办案经验推测 为了抢得收购先机 犯罪行业人领上飘 很有可能会出来活动 此时2015年春节降至 令上飘并没有像专案组推测的那样 如鱼而至 这让办案民警们的心理不免有些焦虑 特别是春节前这段时间 应该是非法收购的最佳时机 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 在这个时候 非法守类人员会将入东以来的猎活物 在这个时候出售 变钱 他们过春节 当时我们分析 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专案组行动 被他所察觉 所以他躲了起来 或者是惧怕了什么 也许呢 还有可能是因为某些事情 给耽搁了 办案人员经过综合分析 认为 专案组的整个计划 非常周密 别说令上飘有所察觉 就连警方内部 也严格限定了案情通报范围 打操惊蛇的概率并不大 专案组决定 继续张网以待 竟等领上飘的到来 3月2号我们获得线索 领上飘有可能到甘河地区进行活动 并且乘坐的交通继续是大客车 案情紧急 专案组得到线索后 迅速赶往甘河客车站 对绰号为领上飘的 张姓神秘男子进行排查 然而 几个小时过去了 始终没有发现张某的踪迹 难道民警得到的信息有误 就在班牙民警一筹莫展时 下午15点50分 一辆克一盒至加格达奇的长途客车 缓缓驶进了甘河客车站 把民警敏锐地感觉到 他们利令上飘的距离越来越近 大客车刚进站 民警们便迅速登上了客车 当我们进入这个大客车检查的时候 要求乘客给我们工作给配合 在我们对这个其他乘客 这个身份和物品去检查的时候 发现这个靠窗和离车的男子 眼神和神色和其他乘客都不一样 就在民警逐一核查乘客信息的时候 这是紧挨客车车门座位上的男子 脚下的一个动作 再次引起了民警的解决 然后呢就看到他这个脚 往周围急磕了一下 这时呢我们看到他磕的是一个黑色双天包 我们就问 这包是谁的 接着又问了一些包是谁的 在这个旅客 没人回答 客车上这名男子的疑点迅速上升 办案民警随后让其出示身份证件 进行重点排查 他拿出身份证件以后 我们就看 是黑龙江省 楞江市 姓张 然后我们就问他 你是哪的 他说我 黑龙江的 黑龙江什么地方呢 黑龙江楞江的 姓张 我姓张 通过这个身份证信息 我们就印定他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 领方票 办案民警经过核对身份信息 确认 眼前的这名中年男子张某 就是苦苦追踪的领上票 随后 对随身携带的双肩包进行检查 当我们打开包以后 看到的全是紫条片 这时我们就把他带回居里 进入审查 成功解惑领上票以后 办案人员很快将其带回 内蒙古干涸森林公安局 进行进一步搜查 这边就开始查到 这边就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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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皮啊 什么雕不是 这什么雕 还整理我问你什么雕 我不认识什么雕 这什么雕 这是皮吗 你还在自己做什么雕 这是 这什么皮雕啊 出乎所有民警意料的是 在这次搜查中 共搜出两只紫雕死体 17张紫雕皮 看到紫雕皮上以后 我们参战民警都非常兴奋 长时间以来艰苦的侦查工作 终于有了突破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李商飘虽然被抓获了 但是他的行为只是非法收购 我们又从源头上去追查 打击那些非法手里人员 人赃巨货 专案组立即对托号为令上飘的张某 展开突审 然而审讯却陷入了僵局 张某虽然承认了自己非法收购紫雕的事实 但却拒绝交代非法收购紫雕的上限 张某不愧领上飘 他非常狡猾 就是说自己的皮帐是在肘界穿巷收来的 除出皮帐的人他都不认识 我们感觉他是明显是撒谎 因为紫雕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数量非常稀少 一般人也很难弄到的 并且邻居的老百姓都知道 野生动物是出法律保护的 不允许任意猎捕和杀害 张某的回答明显是在回避我们的问题 只有查找到令上飘收购紫雕的上限 真相才能浮出水面 专案组决定 驱车300多公里 先往令上飘张某 在黑龙江的老家进行搜查 当案民警的这次搜查 会有什么收获 大兴安岭茂密的森林 滋养庇护着数以千计的野生植物 及几百种真勤异兽 贪婪的欲望 使盗猎者将黑手伸向宾威野生动物紫雕 一名购买紫雕皮章的神秘男子 被内蒙古大兴安岭干涸森林公安民警擒护 警方能否顺藤摸瓜 追查出盗猎的犯罪嫌疑人呢 最后一张紫雕皮 天网满目正在播出 绰号为令上飘的犯罪嫌疑人张某 被内蒙古大兴安岭干涸森林公安民警当场抓获 供搜查出两只紫雕死体 17张紫雕皮 为了查找到出售野生紫雕皮章的盗猎人员 防止证据消失 在审讯令上飘意识没有进展的情况下 专安总民警决定 驱车300多公里 赶赴令上飘在黑龙江的老家进行搜查 我们到了张某家之后 对他的住宅 猖狂地窖进行了详细搜查 在搜查的过程中 只发现了三样皮上 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令上飘张某家的搜查一无所获 此时另一路围绕令上飘非法收购的上线 已在秘密展开调查 但是调查的结果仍然是没有任何线索 案件侦查再次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使案件能够有所突破 专安总决定 第二次对领上飘张某进行审讯 第二次审讯 犯罪嫌疑人领上飘的心理防线开始有所松动 对收购野生紫雕皮章的上线 慢慢有了交代 第二次审讯的时候张某就交代了 这些皮章不是阻击之上收来的 是在伊兔河林医局某林场的 田某胡某和张某的手中收购来的 一共收购了17张紫雕皮章 还有两个尸体 犯罪嫌疑人领上飘张某交代 自己是在2012年开始从事收购动物皮毛生意的 2014年至今频繁地往返于黑龙江和内蒙古之间 2015年3月2日 分别从伊兔里河镇田某 胡某和张某三人手中 非法收购野生紫雕皮17张 紫雕瓷体两只 狡猾的令上飘 为了防止自己的行踪暴露 乘坐出租车离开伊兔里河到克伊河镇 然后又换成了克伊河至加戈达奇的长途客车 当客车开到干涸的时候 张某说的没有强盗被我们抓获了 毫无疑问 打击非法捕杀野生动物的犯罪嫌疑人 是内蒙古大西安岭干涸森林公安民警工作的重点 2015年3月4日凌晨3点 状案组连夜奔袭近两个小时 抵达伊兔里河镇某林场居民区 分三个小组分别对田某 胡某和张某三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令人欣喜的是 警方的这次抓捕行动 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次缉纳归案 对三名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应该说进行的很顺利 田某和胡某都分别供诉了自己 非法猎捕杀害子雕的犯罪事实 张某也供诉了自己非法向顶上飘 出售子雕疑障的犯罪经过 这会是算第二个吧 为固定证据 办案民警步行十多公里进入林区 带领三名犯罪嫌疑人 至任犯罪现场 但是案件没有到此结束 让办案民警感到疑惑的是 田某胡某张某三名犯罪嫌疑人 供诉的猎杀子雕的数量共计十八只 而通过对领上飘张某的审讯 从其手中供缴获野生子雕皮十七张 野生子雕死体两只 数量是十九只 其中一张子雕皮的来源不明 这多出来的一张子雕皮 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对这多出的一张子雕皮 一直产生很多疑问 究竟是田某胡某张某 其中某个人在说谎 还是领上飘在故意瞒什么 我们一直在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你现在看一下 编一下哪个 是你卖给小张的子雕皮 从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这是你卖给小张的 你再详细看一下 能确定吗 你为什么能确定这几张 是你卖给的子雕皮 因为一共你卖给的一张 不杀野生子雕的 三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与领上飘张某的供述 出现了矛盾点 为了弄清这多出来的一张子雕皮 专案组民警第三次 对领上飘张某进行提审 审讯期间 领上飘坚称 多出来的一张子雕皮 是田某的 因为田某出售的数量多 在付钱的时候 少给田某算了一张 乍一听起来 似乎很有道理 可是 当案民警稍作分析 就感觉到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第三次审讯 张某的供述给我们的感觉 还是在说谎 因为子雕皮张价格不便宜 如果真是田某 辛辛苦苦猎不而来 他绝不会轻易地弄错了 白送给张某一张 我们考虑张某 从异图里河到科医河 又到甘河 这期间到底做了什么 是不是和这张子雕皮张有关 当案民警分析 令上漂第三次审讯 说谎的成分较大 在谎言的背后 可能另有隐情 为了找到事实真相 专案组确定 对领上漂的活动轨迹 重新摸牌 经过大量的工作 一个姓晋的中年男子 进入了警方视线 晋某 现年42岁 刻意和某林场居民 民警得知 刻意和某林场居民晋某 在2015年3月2日 曾和令上漂张某 有过接触并有交易的迹象 内蒙古干河森林公安局 在刻意和森林公安局的配合下 依照法律程序 对晋某的住处进行搜查 当我们侦察人员 到达晋某住所的时候 晋某就在院内 但是我们敲门 他并没有开 他反身进到屋内 待了有一两分钟 才出来开的门 面对晋某异常的举动 办案人员对晋某家的搜查 进行得非常仔细 很快民警们就有了收获 最终我们在晋某的住所 一共搜查出三只蛇蜊 其中两只蛇蜊被他剥皮 两只蛇蜊皮被晋某 藏在了屋内的造堂内 蛇蜊是国家二级保护夜生动物 在网络 非法捕杀夜生蛇蜊 三只及三只以上 属于特大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宾威夜生动物案件 显然 晋某已经触犯了相关法律 警方迅速将晋某控制 申讯得知 在2015年3月2日 令尚飘曾找到晋某 想要收购蛇蜊皮子 但是晋某因为领上飘 给的价钱低 而没有出手 内蒙古干涸森林公安局 接连破获特大 非法猎捕杀害 珍贵宾威夜生动物案件 大大提升了办案民警的士气 但是对于多出的一张紫雕皮 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这张紫雕皮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大型暗宁茂密的森林 滋养庇护着数亿千计的夜生植物 及几百种真琴异兽 贪婪的欲望 使盗猎者将黑手伸向 宾威夜生动物紫雕 内蒙古大型安宁 干涸森林公安民警 不放过任何疑点 寻险追踪 非法捕杀 野生动物的犯罪嫌疑人 最后一张紫雕皮 天坊弹幕正在播出 虽然内蒙古大型安宁干涸森林公安民警 激烈破获了多起特大 非法猎捕杀害 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的案件 但是为了彻底弄清 多出了一张紫雕皮的来历 专案组决定 对领尚飘张某进行第四次提审 经过审讯 狡猾的领尚飘 终于承认了 最后一张紫雕皮的收购地点 在这审讯张某的时候 张某最初承认了 自己这最后一张紫雕皮 是在一个陌生人手里收购的 但是因为当时交易时间仓促 又害怕别人发现 所以说对除处提倡人的衣着 长相以及交易的地点 张某说他都记不清了 第四次审讯 令尚飘最终交代了 最后一张紫雕皮的收购地点 但是对出售皮章的人 却避而不谈 办案民警回顾整个案情 从令尚飘被抓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围绕多出的 最后一张紫雕皮 与令尚飘斗志斗勇 为时证据链完全闭合 办案民警决定 再次到克一河镇调查走法 通过对领尚飘所乘坐客车司机的走法 隔制 2015年3月2日 领尚飘乘坐的 克一河到加格达奇的客车 曾经在途径某林场的时候 中途停过一次车 客车司机看到 有一个中年男子 给领尚飘张某避过一样东西 但具体是什么并不清楚 从大客车司机口中得到这个线索 我们感觉很重要 开始我们试图想从大客车的车载视频入手 寻找那个给张某送东西的人 正常大客车的车载视频应该记录这一切 但是由于当天 大客车的车载视频系统出了故障 所以我们想从大客车的车载视频入手 来寻找那个人 已经不可能了 虽然没有车载视频 但是客车司机提供的线索非常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 邦安民警第五次提审领尚飘 此刻 领尚飘张某自知事情已经败露 便交代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 在柯一鹤换乘大客车 前往干涸期间 他打了一个电话 领尚飘这个电话 是打给柯一鹤林业局某林场的孙某的 他问孙某有没有批账 孙某说有一张紫条批 两个人在电话里摊好了价格 并且约定当领尚飘承托大客 途经孙某居住林场的时候 孙某把这个批账交给领尚飘 2015年3月2日中午 领尚飘搭乘的 克一鹤至加格达起的客车 行驶至某林场时 孙某早早地来到交易地点当后 客车中途停车 两人匆忙进行了交易 之后 领尚飘从孙某手中 借过用塑料袋包裹的一张紫雕皮 乘车继续干瓦干涸 领尚飘本以为自己的交易天衣无缝 对民警的交代也可以自圆其说 没想到还是被邦安民警洞察到疑点 寻找出整个案件的真相 我们一直在纳闷 为什么领尚飘一直在隐瞒 这个最后一张紫雕皮的来历呢 最后领尚飘告诉我们说 他和孙某关系非常密切 是好朋友 所以说一直想替孙某隐瞒犯的事实 这个当时你把这个 这个洞拿走以后 这个紫雕拿走以后 夹子拿不拿 这以后你是马上脚上来的 对 马上脚上来剪了点 看这一个紫雕 当时活着呢 对 当时要要 被夹子打死了 对对对 然后你拿在哪儿掘小棍 我记不清了 他随手搁拿掘个小棍 这别打死了 打几下 打几下啊 2015年3月30日 犯罪嫌疑人孙某被警方抓获 至此六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犯罪嫌疑人为了高额利润 将贪婪的目光 盯在珍贵宾威野生动物身上 制造出一系列猎捕杀害 珍贵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活动 成为杀戮和买卖野生动物的罪魁祸首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我们这起案件 案件的线索来源非常准确 各种侦查措施运用的比较好 我们的民警非常执着 他们针对最后一张紫雕皮 抓住一点不放过 最后使这起案件圆满告破 据统计 目前我国野生紫雕的数量 已经不足一千只 野生奢利也极为罕见 近年来 我国对大型安领邻居的保护 及打击猎捕违法犯罪人员的力度 不断加大 野生紫雕和其他野生动物的 种群数量有所恢复 内蒙古大型安领干涸森林公安民警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捍卫了森林公安民警的职责 守卫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大森林 我们这起案件 从部署侦查取证到收网 表明了森林公安对打击破坏 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的态度和决心 守莫深 伸手必被作 我们希望全社会 要像爱戴自己的家人一样 善待野生动物 善待我们身边这些无眼的朋友 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保护好 我们这片美丽的大森林 共同营造 和谐 美丽的家人 夜色中的妖艳 暗藏杀戚 唯一的知情者 保守着惊天秘密 他把秘密当作防卫的武器 没想到却引火烧身 不得不说的秘密 天网满目近期播出